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慈悲红发型 一朵是朝 见乌云皆空 独一切苦恶舍 离此色不依孤 空不依瑟瑟 即是空 空体是色手相行事 一副如是舍 以此时出发空相 无声不灭 不高不尽 不曾不济 时空空中无色无首相行事 无言而闭舍身影 无色相相会出发 无言皆 乃至无一世间 无明明 无明晴 温暖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,各位阿弥陀佛,做一个比喻,现在你才45岁,事业正成功,儿子正可爱,结果今天晚上阿弥陀佛托梦来找你,走吧,跟我去吧。请问各位要不要跟阿弥陀佛去啊? 这样好啊,没问题啊。我想,弥陀法门最重要,是希望我们了解生命的真实相,跟生命的意义。 我想,佛陀在世,佛陀的国家,加比罗魏国,在印度的16个大国里面,佛陀的国家是最小的,但是呢,是最傲慢娇贵的,太阳族。 太阳族几乎不跟其他的种族联婚,宁可自己的眷属一面,这样结婚,生出太阳族的子孙。 虽然他们有满满的理想,但是旁边这些大国家随时都要侵犯他们,这也是希达多太子体悟到,就算他现在做王子将来要接晋放王的国位,但是他觉得世间无常,逼迫。 他说,一点办法也没办法控制,而生起了对这个世间的出离心,所以世间没办法控制,生死没办法控制。 我想释迦牟尼佛虽然入涅槃了,却留下这一步,无问之说,十方诸佛共同赞叹,不可思议,男性之法,阿弥陀经。 他就是要我们所有正在轮回,逼迫的有情众生。 为什么呢?有钱也苦,没钱也苦,漂亮更苦,英俊也苦,有民也苦,无民也苦,健康也苦,生病更苦。 因为这个世间太多的压力,逼迫。 就像我一样,我师父要求我跑遍世界每一个角落,他问我,包括真华长老,你一定要跑遍世界。 然后呢,你才知道说,学佛的目的,我终于了解了。 跑遍世界才知道,世界没有一个地方好。 世界只能我们去体悟无常,去慈悲的地方。 念一下,唯有西方极乐好。 所以呢,我师父卢须长老告诉我,尼勒内院好。 我师公真华长老告诉我,西方极乐好。 但是,他们两个就没有说,世界好。 但是这个世界,娑婆世界,是我们行菩萨道,体悟苦的地方。 体悟自己的苦,生起出离心。 体悟父母的苦,特别我个人。 我是因为我妈妈生病而出家。 这一次我妈妈的往生,更让我对极乐世界生起信心。 在我妈妈苦了一辈子要临命中,那几天这么苦啊,叫啊,苦啊,叫啊。 但是呢,我请了他们受完戒的法师帮忙围在旁边,跟我妈妈加持。 我,在这么多法师的加持,我跟我妈妈要讲佛说阿弥陀经,代义耶。 讲了十六分钟,就是要我妈妈,不能讲话也讲出一个好。 但是我发觉,我在跟她说阿弥陀经的时候,她认真了,回光返照。 完全专注,精神认真,眼睛看着,嘴巴跟着,这样啊。 我觉得不可思议。 所以最后她说,她一定要,而且她愿意去学慈悲心,往生净土。 而且呢,我那个不相信佛法的哥哥弟弟,也感受到房间变香的。 人家说,往生的念佛才变香,我妈妈呢,还没有往生房间就变香了。 没有一点臭味,因为她带尿管,而且肾脏,所以她身体呢,会排出出阿弥陀的味道。 但是那时候,没有了。 前五天一直到往生,所以佛力不可思议。 当然,也是我妈妈的愿力,她愿意的,这代表什么?放下了,放下。 她对我大哥放不下,她对我们这些儿子放不下。 所以因为放不下,让她那边挣扎,本来她在去年就要往生了,挣扎了一年,白受苦了一年。 但是这个苦啊,可以让她对极乐世界,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她说,全部法师加持她,阿弥陀佛加持她,让她生起信心了,她超度了。 所以我想,不是对我妈妈是如此,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如此。 我们现场,大家所有的人,请问,我们法师快不快乐啊? 病病病病病病病,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病,不一样的苦。 不是因为法师就不生病,法师如果没有苦,他才不会出家了。 只是我这个人的苦,苦到内心里面,我没有肉体上的苦,我没有金钱的苦。 我苦在哪里?感情的脆弱。 我太爱我的家人,所以呢,我太爱我的儿子,我不愿意我的过去的太太一点点伤心痛苦,但是我都做不到。 所以爱也苦,不爱也苦,有钱也苦,没钱也苦。 虽然我有一点点福报,但是我会觉得很痛苦。 特别我妈妈的生病,让我看清楚了,这个世界太痛苦了,我能够做的是一个出家,学地藏王菩萨出家。 但是那个时候,我还没有对阿弥陀佛产生百分之一百的信心。 虽然知道极乐世界好,自己呢,还不想去,还发愿说,投胎做人,做菩萨,这个最伟大。 因为我被我们人间佛教的思想影响了,但是对我也不是不好,因为我越认真,诸佛菩萨就会加持我。 在人间,要有人间佛教的努力,但是把后面又加上对净土的绝对的信心,看了出这么多的事情,现在也努力,将来往生净土更努力,好不好? 这两面都结合了,我发觉现在很多念佛的人消极一点点,我把希望建立在阿弥陀佛,现在又消极。 那人间佛教呢,很积极的入室在度众生,但是对极乐世界信心又不够。 这样也不行。 所以我们学佛要有什么,来,念一下,南传佛教的出离心,哎呀,世间很苦,要体悟这个苦。 再来,大乘佛教的悲心,现在要积极的帮助周围的人事物。 这样子呢,来,愿成佛道的菩提心,所以一定要成佛,不忍众生苦,生起大悲心,发起菩提心。 但是要让自己永远不退菩提心最好的方法呢? 那,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,等一下各位要念阿弥陀经,经发愿,当发愿,发愿往生净土者,必定不退阿弥陀佛,必定成佛的意思。 当你内心,这就是我最近的体悟了,我就,没有一下就没烦恼。 为什么?我已经把心跟愿跟生命交给阿弥陀佛,我还烦什么? 这个世间,来还债,来受一点苦,也来积一点功德。 一切,一切放下。 所以就像一个女人,已经把心交给那个男人,她就安心了啦,她不知道男人继续骗她就好了。 她只要把心交出去就好了。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,我们现在要念阿弥陀经,这里面有两个要求。 第一个要求,就是希望,我们的父母、祖先、众生,通通了解极乐世界的信愿的庄严,往生极乐世界,好不好? 这是第一个,但是要达到这个有一个基本要求,就是我刚刚问各位的。 各位,你愿不愿意当下发愿,永不退转的往生极乐世界,愿不愿意? 愿不愿意嫁给我? 就这个意思啦,阿弥陀佛问的啦。 女人说,好,愿意。 意思是说,大家要把自己啊,奉献给阿弥陀佛,信愿往生极乐世界啦。 你有自己有发这个信愿,那你的父母、祖先、冤亲在主,就会随顺这个愿。 这个愿力就是成佛的愿,他就会得到佛的加持,他就会放下执着。 原亲在主也因为认识你,你的堕胎胎儿,你的祖先,因为你这个信愿,今天来为他念阿弥陀经,这么多人念阿弥陀经,请问,他们会不会去极乐世界? 会啊,而且我们为他们点灯,绕佛塔,两千多桌,大放生,于兰盆法会,共生,广修福德,善根。 但是最大的因缘,是我们大家,发菩提心,一向专念的这种因缘,也引导这些父母众生,一样发菩提心,信愿往生极乐世界,好不好? 那,那,太值得了。 今天法会这些义工这么辛苦啊,听各位这样一念啊,我死也感恩。 我没人才要死,让这代人都去极乐世界,那一条翁星都去极乐世界,我死也感恩,划得来。 世间多少金钱,可以让你爱的一个人去极乐世界,哎呀,我什么都感愿啊。 就像我们为我们的爸爸妈妈,这样子痛苦啊,付出啊,请家担长啊,就是希望他不要痛苦,然后知道他往生了,去极乐世界。 哦,哭得痛苦,挂麻麻港湾,对不对啊。 这是一个,一个孝顺的人本来就有的。 那我想慈悲心就是,你愿意孝顺众生。 所有众生,这个痛苦你不要怕,痛苦他才会想要往生进土。 太快乐就没办法,他要享受现在的快乐。 所以我想,我们刚刚耀诗经有说了,读诵思维演绎。